日本武士称霸经典赛 确定夺冠瞬间 球迷欢呼开心爆哭泪泻球员 一直被点名的人就是他 球迷眼中的最大功臣 大鼓祥评 简直是新国民英雄 这一届经典赛头打都发威 全方位表现大会MVP 非他莫属 大鼓祥评 在这一届的经典赛 表现到底有多好 看数据就知道 投手大鼓两胜加一次救援成功 累计9.2局只丢掉2分 总共送出11K防御率1.86 打者祥评 石安一轰8个打点 打击率四成三五 二刀流发挥的淋漓尽致 让队友刚本何真忍不住赞叹 就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全能球员 倒是大鼓本人淡定以对 确实大鼓17岁还在念高三的时候就写下了志愿 说27岁要代表日本国家队打经典赛还要拿MVP 现在他28岁虽然晚了一年达标 但是还让日本睽違14年重返王者宝座 大鼓祥评这一次表现绝不只是独善其身 更努力把自己的美国经验分享给其他队友 从赛前的信心喊话就能看出来 要大家抛下对美国阵容的崇拜迷思 勇敢正面对决激励全队 事实上这一次大鼓和旅美的老大哥 打笔修友 两个人就像队上的老师和训练范本 大鼓祥评的每一次重训挥棒 练头的每一球 怎么样调整状态大家都在看着 事实上大鼓祥评和打笔修友都曾说过 美国和日本训练的最大不同 就是对饮食睡眠非常重视 大鼓祥评曾透露自己保持状态的秘诀 就是要睡午觉 睡得少身体疲劳就影响到比赛 大鼓祥评说自己一天至少要睡饱10小时 也很注重饮食的营养摄取 极度自律养出绝佳巅峰状态 也让其他队友很敬佩 身为日本队史上首位被征召的非日籍球员 25岁日裔美籍的努特巴尔不会演 他也是大鼓球迷 不过努特巴尔自己这一次也圈粉无数 缴出打击率两成六九四打点两道垒的成绩 尤其他一上垒会做出磨胡椒冠 代表磨出胜利的庆祝手势 现在全民都在学 从球迷加油到春季甲子园比赛的小球员 都在比胡椒冠卖到缺货 赛后谦虚地说 棒球才是瘾家 这一次日本队从上到下 战线团结 重返棒球 王者宝座 TVBS新闻 送我何博道欧